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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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叫做阿兵 今天 今天 對著我們老闆 做回來去這個 暗庭的地方 跟大家做回來 看布地獄 今天這個活動 一定會親吵架 趕緊的趕緊的 樓上就樓下 阿母就阿爸 吵架架 大家做回來 看布地獄 走 來去 這就是聖誕金莫寵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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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生入一個報題獄團 沒有人沒力 沒有人沒力 你買跟 高富人來請我們表演 人也不敢 說實在是這樣 阿兵 變成說 在初期 我們都一直在找機會 哪怕 錢少 只要有舞台 我們就先做 朋友 都會跟你說 蛤 你在補地獄 阿兵 你也去找個頭髮來做 不要做這個 他們看到我們說 你們真的是小的 人是有資源 在做事情 你們是先做 才在找資源 小朋友 好 這樣到底有夠 差十年 那時候 我很用錢 算幾十幾十 那如果 砌頭小的時候 有錢 就去買 七八十塊 從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報題獄 也算是一種姻緣 機會 開始對報題獄 才休息 在沒有讀書之後 十三歲錯學公 走去看報題獄 那除了 在看以外 還減是 跳去旁邊那邊 白白小孩 想要問紅 那紅紅 那紅紅 現在那個財富 就沒來沒來 因為他開始的表演 他看不到 在結束之後 他跟我問說 阿 你對報題獄有幸福 後來說是 他跟我說 沒有 有想要學嗎 我比較 開始建設對報題獄 一個接觸 在報題獄的過程 都 同學去工廠 學生了 那後來我都是 一段時間就馬上離開 然後 有戲我就慢慢去表演 好 OK啊 好 有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聲音最可愛 對 你有覺得她的髮型跟我們小孩很羨慕嗎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看她的臉蓬蓬 可愛可愛 叫造型師把我用到頭髮 髮型跟我們小孩一樣 小孩以後會來投入布袋師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水源 因為玩具都是補在那裡 跟人都不一樣 所以她一旦想要補在那裡 我相信我一定會把我所學的 我所會的完全都給他們 她既然不所睫 安苜 安若 小嗎 小 洪台廳這種廟會的東西 大家也會怕 但是請主如果是道具要做 我們不可以說話 當然過程中 人啊 人的危險性還是會存在 不然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啊 所以 要怎麼說的 吃一度問一度 不然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啊 就像 墳頭也是要去走啊 橋本也是要去公共啊 你不可以說話 所以它只能算是 這個行業的 甘苦談啊 好 介紹這顆啦 這對我來說這就是布 明朗 它可能久了 然後有一些 歲月的痕跡 不過 這個雕刻的秋羅 或是這個雕刻師 它已經 離開了 所以 這就變成了 變成 絕斑品的一種 收藏價值 還有另外一件 日本的飛行服 它還是有好幾個版本 這也是飛行服啊 紅豬啊 我靠過去 紅豬的飛行服 是一個版本 我們就是要去找那些素材 讓 服裝設計員去參考 讓他們去改 這樣 所以 也是說 像我們這樣做 這盡可能 讓人去了解說 到底他的價格在哪裡 這個 記憶到底在哪裡 它的 價值 有時候 你像我自己做到 我也很模糊 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裡 本身的功能 報到我們在這裡 本身的功能 それでは 建成の 記憶 集中 建成的 大家都在說推廣傳承的當下 把那個演出就是推廣 然後讓這個想法再拉得更廣一點 就是想在一個黑細管 那黑細管它的功能就會更大於演出以外的推廣 來來來 宜文 來 這是我們今天的學員 也是很年輕的助教 來 讓你表現一下 老人要怎麼表現 那其實演戲是一個非常好玩又活潑的事情 就是你想得到的 你可以套進去的 它都可以變成你演出來的內容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了多少布袋戲 那對布袋戲你們會怎麼樣去詮釋 但是說 紅了一片要有聲音 你聲音即使沒什麼變 那個性可以表達出來 觀眾其實還是看得懂我們在演什麼 那就是布袋戲的特性 我對布袋戲的想法 布袋戲 我對布袋戲的想法 讓它可以是更全面性的 讓它可以是更全面性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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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是藝文團體 可是我們做的事情是NGO在做的事 無所謂 只是 如果你真的想做事 沒差到說你是掛什麼單位 也不一定要真正 你一定要是NGO啊 有心我們大家都可以做 至於有沒有成效做了才知道 做了不一定會有成效 按捕做絕對沒有 非常認真 是 好 啊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